我猜不猜不猜 明天下一次 每一次都要放在哪個位置 上次我們之前說的什麼呢 波的特性 波的特性有什麼呢 我們第一次說的 又是反射 之後還有什麼 這些字可以嗎 要大隻一點 會比較粗 會比較粗 反射 之後還有什麼 上課說了 除了反射之外 直射 之後還有什麼 妖射 今天我們會說一個新的東西 這個新的東西 這個就稱為干涉現象 干涉現象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一個波 一個波可以向前走 同一時間 假設有第二個波出現 假設有第二個波出現的話 中間的位置 這些位置會怎樣呢 踏起來的時候會怎樣呢 這個就稱為干涉現象 一個波和一個波之間 會有些叫做干涉 互相影響對方 這個現象會有什麼情況發生呢 就是本書第65頁底的位置 我們會看到 這個在上年 學期尾的時候 跟大家做一個水波槽的實驗 我們有兩個叫點震源的東西 記得什麼叫點震源 叫什麼叫點震源 點震源就是一個圈 將它上下在水面裡面震盪 會產生一個圓形的波 這個成為點震源 我們現在要描述 就是兩個點震源的時候 究竟會怎樣 這樣 這樣可以數到 當有兩個點震源的時候會怎樣 我們今一課書就好 這樣的情況之後會產生什麼 這個成為管事點震 很簡單 很直觀 這個大家聽著 如果一個波 這是波峰 然後向右邊走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波峰 向左邊走 這兩個波 當它們重遇的時候會怎樣呢? 它們會重遇的時候會怎樣呢? 它們就會這樣 很簡單 就會產生一個這樣的波 沒問題了 假設這裏的高度 假設是3CM 這邊也是3CM 兩個商家就變成6CM 這個我們稱為疊加原理 有名的 要大家知道的 疊加原理 將兩個波峰加在一起 就是這樣 有沒有問題 疊加原理 所以在同一個原理之下 如果這次不是這樣的 這次是一個高 一個低 那你覺得疊加完之後會怎樣呢? 疊加完之後 一個在上面是3CM 一個在下面是3CM 一個在下面是3CM 那疊加完之後呢? 3CM 2 疊加完之後? 3CM 5 疊加原理 就是這麼簡單的疊加原理 對不對? 但在蝶加的原理是這樣的 看著我這個3和這個2黏在還沒黏在那瞬間會怎樣 假設是這樣 這個情況會怎樣 三個向這邊走 二個向這邊走 走到差不多了 但還沒疊完 這個情況之後會產生什麼波出來 做一些奇怪的波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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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你只要把他們兩個的震覆相加 那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看到一些奇怪的波 或者是這樣的 之後真的會跌加完 然後下一個角色會怎樣 跌加完之後那個波會怎樣 會不會走一下之後 這個三個波 這個二個波 跌加完之後 那他們會怎樣 三個波會繼續向右邊走 二個波會繼續向左邊走 所以最後結果是什麼 他們會分開 二個和三個就會在這邊 這個就是二了 這個就是三了 繼續向左邊走 繼續向右邊走 可以嗎 即是什麼意思呢 兩塊東西 一個向右邊走 一個向左邊走 踏起來的時候他們會高了 當它過完之後它會怎樣 分開 是的 什麼時候會有跌加原理 什麼時候會干涉 就是那兩個波 跌在一個瞬間的時候才會有 跌完之後會怎樣 就分開 之後就沒有關係的 沒有任何東西留下 沒有任何東西留下 OK 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過程 總之經過完之後就會離開 這樣吧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字面有半分 很明顯 很明顯 可以了 本書第六十七頁 我看一看 本書第六十七頁 將這幅圖畫畫得比較漂亮 本書裡面會有的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在本書裡面用虛線 表示他們重遇的情況 六十七頁頂的位置 一個高一點的山 一個低一點的山 遇上的時候 會有一個更加高 遇上之後 他們會分開走 六十七頁右上的第二幅圖 也是這樣說的 不過今次一個高一個低 都是會穿過去的 在兩個一樣的情況之下 剛才那個叫蝶家原理 到拍下來聽到不聽到明白 在兩個一樣的話 兩個一樣的話 我們有一個叫做 叫做什麼呢 我們有一個重要的名字 我們叫商長 知道什麼叫商長嗎 互相增長 就是互相幫助大家 商長 那另一個就是 我們說 互相這樣令到它減少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名字 叫商銷 商銷 商長的意思 就是這一種 由一個三加一個 而變成一個五出來的 就叫商長 大了的 那個波長了的 就叫商長 刀磚 減少的叫商銷 沒有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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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給大家一個問題 都說這本書很像 如果這個是一個向下的三 加一個向下的二 撞在一起 那這個是雙長還是雙銷 雙長 雙長 OK 如果是三加二 那我得到多少 那我得到多少 那我得到三加二 那我得到多少 那我長了還是短了 那我短了就雙銷 就這樣 好了 之後就考大家視力的時間 好 去去去 OK 好 問題要問 那條線上面那一點 那條線上面我們稱之為 波谷 OK 線的位置是波谷 好了 這個位置是甚麼 下半天另答 這個位置是甚麼 波谷 這個 在第一個點陣形 在第二個點陣形裡面 在第一個點陣形裡面 這一點屬於波谷還是波谷 在第二個點陣形裡面 它屬於波谷 那就是兩個波谷相加在這一點 所以得到結果是雙長 OK 同樣我們去看 如果假設這一點 這一點好了 這一點 那這一點是甚麼 在紅色的 在一個點陣形裡面 這個是波谷 在綠色的位置 它是 在兩個波谷中間 就是 兩個波谷中間 兩個波谷中間 這塊是甚麼 那你覺得那個波是怎樣的 難道是這樣的 會不會這樣的 不會的 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兩個波谷中間 那個是甚麼 波谷 所以這個位置 就是波谷加波谷 所以就是雙蕭干涉 可以了 就這樣看 有一個看不明白 給多一個你看 好 總之很簡單 兩條實線加上那個 這個就是波谷加波谷 所以就是雙長 線是谷 線是谷 那兩條線搭的位置 就是谷加谷 就是波谷 八位就是波谷 沒有搞錯 好了好了 另一個問題是問 甚麼顏色沒有用過 黑色 好 中間這個位置是甚麼 波谷加波谷 波谷加波谷 等於兩倍波谷 所以可以雙長 OK 沒有問題 就這樣了 很簡單 搞定了 是吧 計班教到這裡有問題 對 最後一點嗎 對 跌跌 對 對 好 對 這裡為之 OK 兩個字架 위 其人為這 你會這一點就有問題 下一題是問 如果這個波一定要位置 右邊到左邊到右邊停 右邊說 問題いただ豐定 數格子是很簡單的 所以我們有數 messed triste 下邊的確實 這樣便可以了 但實際上 每個情況 有些波子看不到 像這樣 有一個很遠的距離 這裡很遠的 這裡有10cm 這邊有20cm 現在我們一點是多少 我們是波峰還是波谷 我們不會做一件事 我們不會慢慢畫的 我們慢慢畫下去不會的 我們有一個方法 用數學的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看看上面那條題目 我們有一個數學上的層面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層面是什麼呢 一條很簡單的加減數 要大家去知道 假設我們在這一點 我們從這裡到這裡的距離是多少 距離是多少 兩個難打 OK 由2號出發 如果由1號出發 這個是幾個難打 3個難打 3個難打 OK 1個 2個 3個 3個波長 3個波長 1個2個波長 我們計算一件事就叫做情差 情差 情差 情差的意思就是路程的差距 不寫全寫 路程的差距 它怎麼寫呢 路程的差距 情差 情差的意思就是告訴你 究竟2個路程的差距 合 三個 右軟鎖過去 都是三個 所以情差是多少 零 情差是零 都是雙重量 大減小 給大家看雙燒的 雙燒的 雙燒的假線是 左邊是多少 在白位 在2那邊是多少 從這裡數過來 多少 雙燒是0.5 雙燒是0.5 凡有1.5的數字就是雙燒 就是這麼簡單 凡有1.5就是雙燒 整數就是雙漲 我做多一個給大家看 就是剛才兩個中間那個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多少和多少 糟糕 1.5和1.5 所以他們兩個情差是零 所以就是雙燒 行不行 我們去計算的方法就是這樣 我們計算路程的差距 然後看看它是通過波長之間的關係是多少 OK 只要它是整數的話就是雙燒 1.5的話就是雙燒 好了 這個位置說 我可以聽 我們如果有20和10cm 我們還欠一個Nm 我們要知道 有些什麼要知道 就是波長是多少 波長是 就是 假設波長是2cm OK 那情差是多少 聽不懂嗎 沒有拍到 啪啪啪 你 情差是多少 10 首先情差是10cm 轉變為波長 就是幾個波長 5個波長 所以雙燒還是雙燒 雙燒 搞定 OK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有沒有難度 沒有 對 好 好 轉一轉個情況 對 如果是4cm是怎樣 波長是4cm 情差是10cm 那就是這個 是多少個波長 你看 多少波長 情差是10cm 波長是4cm 有多少波長 你看 4 14 情差是10cm 一個波長是4cm 不是減數 是甚麼數 除數 10除4是 2.5 2.5個波 所以是雙燒 雙燒 雙燒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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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學會的數字 凡真點5的就是雙燒 整數是雙燒 好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是 是 書第69頁 那裏會寫給你的 OK 自己 改低它 我們會用情差來表示一個 找一個情差來計算 表示一個路程的差距 這個裏面來說 在以前的世界 已經是波動學部書最難的 不過加了一些新的東西給你們 所以很快 下面是黃色框 告訴你 情差是零 1個LUNDA 2個LUNDA 3個LUNDA 全部整數的話 它就是雙燒 干涉 如果是1.5 1.5 2.5 就是雙燒 干涉 有沒有同學有問題 如果是1.2 那怎麼辦 2.7又怎麼辦 如果是3.6又怎麼辦 答案是不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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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是雙燒 又不是雙燒 總之就不要考 這麼久 連都沒考過 全部都是考點5和整數 其他都沒有考過 那你用2選1都可以有機會錯 你沒想到自己正確 好 我們放一本書 第70頁 很快速的 給大家自己做兩條題目 第七十頁的第2和第3條 自己做了 看 很快 你現在看後裏讀書 阿嬰兄也沒有輸 學了 很難說 看見如何做 快點 第2和第3條 很容易做 判斷那三點究竟是雙醬還是雙燒 BYE 又需要休息嗎? 一堂也是這樣 你遲些兩堂要怎樣? 全部都休息 全部都休息 你去了哪裡? 啊 照相機 啊 有照片 哦 拍照怎麼按呢? 不懂拍照 誰都不懂拍照 拍張照片給大家看 照相機 免得有些人沒有輸了 我正在錄錄 你看 不是啊 這裡插入相機不可以嗎? 不對焦又拍了 怎麼搞的? 好 動 動 怎麼這麼插入? 不懂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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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熊貓 那些個感覺 好的 留意一下 可以了一點嗎? 下次我拍得更漂亮 今天沒有帶手機上來嗎? A,B,C 三點 首先答案A是什麼? A是兩條線,我位置重遇 所以這個是雙掌 A和C都是雙掌 B就是雙少 OK? 好,另外第三條 A part 問題 以波長Landa表示意識的情差 一個是17cm,一個是26cm 這樣相距是多少? 一個是17cm,一個是26cm 那情差是多少cm? 9cm 9cm 9cm是多少個波長? 1.5個波長 6cm 這圖圖太噁心了,你應該看不到 6cm一個波長 所以情差是1.5個Landa 1.5個Landa是雙掌還是雙燒? 上鞘 上鞘 OK 所以她告訴你 如果X和Y的波長 是同上還是反上? 即是一個是波峰的 另一個是波峰 那就是波峰 就是波峰 因爲一個是山頂 一是山頂 一個是山頂 山腳 所以剛剛好 就是我們稱為反上 記不記得什麼叫反上 記不記得什麼叫反上 一個在上面 另一個在下面 就叫反上 所以這個波峰是一個波谷 所以就是反上 最後的司法問題就是雙燒安攝 另外一件事 剛才說過反上 這一點和這一點很明顯是反上 但我想問一下 這一點 讓我先寫一下 如果紅色這個位置 它的反上是哪一個位置呢 是A這一點 還是B這一點呢 答案是4 為什麼 最直接觀念是 它們兩個相差半個波長 這裏就要相差半個波長 反上最重要的觀念是相差半個波長 同上的觀念是相差一個波長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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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是一個波長 反上是半個波長 就是這麼簡單 記得這個就可以了 總共是兩次的 回答數是兩次 我們現在回答數 可以回答數 是數 回答數 回答數 有問題 可能是不會後果 情報 哪次是已去空 回答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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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9月 是